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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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O 大學來了 收音機不正常對話 電視反射靈異世界 正要睡著的時候我就聽到 旁邊那個收音機傳來的 雜訊的沙沙聲 你會覺得說 裡面好像有兩個男生在對話的聲音 就在我專注在仔細聽的時候 我的右耳就傳來了一聲 RUN 真的 一個男生很大力的這樣怒吼 被這聲音一吼直接做起來 電視黑色螢幕反射出 我的床尾坐的兩個男人 蛤 蛤 然後他們看起來畫面是在對話 Eason遇見浴缸鬼 安心亞嚇到腿軟 我就見到浴缸有一個人 就是身體起來 然後開始狂滴水那個 那個聲音這樣 然後就慢慢來吵 我當時是在混在門邊 然後還這樣搭我的檢驗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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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一間飯店很硬喔 我開門進去我房間的時候 看到安心亞坐在房間裡面 他會不會想要跟我告白 他這個告白鬼 明明是你自己走錯的房間 你這個色鬼 想陰 是你想被他陰吧 同學來了 好可怕 今天這個氣氛 對 糟糕了 就是今天要講恐怖飯店的故事 恐怖飯店 對啊 聽過很多耶 我們這已經做到3.0了 是不是就是很豪華 但是很便宜 很奇怪 就是有問題 裝潢很好 他可能重新翻修 因為之前可能有 有些問題 可是其實很多飯店以前都是 什麼亂帳缸不是嗎 對 很豪華的裝潢有沒有 但是 你把它打開水泥下面 有東西 有什麼 之類的 不能不好講 不好說 你不是說過兵馬俑了 不是 不是 這麼便宜 這個是有點搞笑的 那個是有點搞笑的 那是在台中 這是在台中的Motel 我們去採訪 主題風格啦 主題風格 那是真的沒有鬼的 我 不是 有秦始皇的是納豆住的那一間 我住的那一間是 有主題的啦 這個就比較放鬆 我的房間都是法老王這樣子 是 我們今天是真的要聊說 是真的鬼 在江湖上盛傳很多 大家都說是真的 那不是騙人 這些藝人 這些外國朋友住過所謂的 對 唉唷 歡迎大家來 歡迎 好不好歡迎你們 不要掌聲了 不用掌聲了 不用掌聲 因為我怕聽到更多 對 聽不到了 沒有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 那些靈體都會過來聽啊 真的 剛剛那個就掉下來了 嚇死人了 連你在看電視 旁邊也有在跟你看 他們轉台 真的是 你不要 你不要轉頭看 所以看電視就好 不要亂看 對 你就直直的看著電視 當然他也有可能在電視 也是站在前面 然後直直盯著你看 其實你看不到他而已 你轉台他就打你 一直給詛咒 好可怕 好可怕 反正就是看就對了 對啊 吸取一些資訊 真的 我們要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在台灣 的飯店入住之後 發生過什麼樣靈異的事件 或者自己真的覺得怪怪的 你這樣其實講話小聲 蠻舒服的 你又可以都這樣嗎 可以啊 當然沒有問題啊 好不好 好舒服 這樣子其實蠻詭異的 你不要這樣嚇人 他終於被嚇到了 嚇到了 不是我有時候 因為我這個氣氛 我自己有時候不小心嚇到我自己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要講的是我之前 你最可怕 我之前有在住過一間 就是在新衣區 其實那個是個非常有名的飯店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因為我的婚禮剛好辦在那邊 可是大家也知道住在飯店裡面 人家都說盡量不要去住邊間 可是通常邊間都是最大間 最大間 而且你只要辦婚禮 他一定給你安排在邊間 因為那個就是除了有房間 又有客廳啊 就是很大 因為窗戶落地窗 他們邊間他比較有多的一點 對 看的比較多 對 景色比較好 所以那時候當然就是 因為婚禮辦在那邊 所以就給了我邊間 那因為那天我們F派對之後呢 我老公喝很醉 所以我們後來回到飯店的時候 我就是跟 就把他放到床上 那我就一起睡覺 睡到半夜的時候 你就一直聽到那個廁所開始沖馬桶 到時間就沖一下 到時間就沖一下 真的有 你有聽到 有那個按下去那種感覺 就哇 很大力那種 那時候我想說 怎麼會有沖水的聲音 你知道 我就去廁所去看 這樣看看看飯店好像也沒事 你知道嗎 就再出來床上躺 開始陸續就聽到 牙刷 刮鬍刀掉到地上 你知道那時候 其實我已經感覺毛毛的 因為我也知道那個飯店其實是不乾 不太乾淨的 就之前有聽人家講過 那因為我一個好朋友 那時候就是要陪我們 他就住在我隔壁間 所以我就到隔壁去敲他們說 我房間怪怪的 你房間有嗎 他說沒有 我房間OK 因為他不是邊間 他說我房間OK 我說那 我跟你一起睡好嗎 他說那你不要叫你老公 我說沒關係 反正他已經睡了 就讓他好好睡在這兒 還是你們才剛新溫 剛新溫 找一個男生 你就不正義他們 你找一個男生 嚇死了 誰丟的 什麼東西啦 不要亂丟東西 他自己誰丟的 他自己丟的 開朗是不是你 你很幼稚喔 是麻油的 沒有麻油的 麻油的 Oh my God 我們製作單位也是很用心 用心 這個時間怎麼那麼厲害 對 對 對 你這樣看著他 好可怕喔 這樣 唉唷 就是像這樣子 東西就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感覺 那到底誰丟的呢 不知道 你就把你老公一個人丟在那裡 反正他也不知道 他到現在都不知道 蛤 對啊 他到現在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跟別人睡 你放屁 對啊 你誇張了你 這比鬼故事還可怕 對不對 來 這邊那個開朗 好 我有 我有兩個 帶兩個故事 你可不可以講一個就好 你講精采的那一個 今天人好多啊 今天人多 也不用精采 或是比較短的那一個 對 兩個多短 兩個多短 超短 超短 兩個鬼 反正這是不是說 誰幫他打的 鄉下人 好壞喔 韓國 鄉下人 台國的鄉下人 太難了 你們連做個名牌都要這樣子 就要這樣子開到玩笑 開朗的鄉下人 開朗的鄉下人 他很開朗嘛 他叫開朗 他叫開朗嘛 他是一個很開朗的鄉下人 所以你跟他開開玩笑 他不會計較而已 是這個意思 好 加油 來 來喔 精采的 韓國的嗎 韓國的 不是韓國 台灣的 好 韓國那個很多藝人就來台灣 那有一個藝人 因為信金 他來這邊要宣傳他的專輯的時候 他是住那一家飯店 我不知道為什麼 五星級飯店都有體重機 各位有看過吧 有 他晚上回來量體重的時候呢 就 隔一天早上 回來 所以晚上量的時候都是 增加三公斤 增加三公斤 怎麼那麼怪 但是這個有可能就是說 他那個體重機可能壞掉 對啊 是體重機壞掉的故事而已啊 而且 你這個故事 你這個故事已經講完了喔 就沒了 下一個 就是一個體重機壞掉的故事 我不是說要講 我都精采對不對 我不是說要講精采的那個嗎 不是 快要沒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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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就 壞掉的體重機有什麼好講 對啊 體重機有時候量也是 是不是會很奇怪 有的飯店你就會壞掉了 就是壞掉了 但是他是在揣測說 是不是 會不會他在量體重的時候 有什麼重量 沒有 那個東西就是 不會有重量的啊 你這不恐怖喔 三公斤太少了 你應該說增加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 然後天膀痠痛 他坐在他的身上 這樣子還有可能吧 對 這樣就很可怕 對 開朗你可以學一下嗎 你這個鄉下人 我應該講五公斤 拜託 你主題選一下啦 太乖了 應該大多加一些料嘛 我聽其他人講鬼的那個事情 鬼 鬼王 我在這邊要分享一個 關於西門町的這個飯店 大家就會覺得說 西門町平常人潮很多 人氣很旺 應該沒事 有一次呢 就是我朋友他從南部上來 我們就約那個KTV 我們就唱歌 唱唱唱唱唱唱 因為大家都有喝酒 所以當天晚上我就說 那我就不要搭車回去了 我去你的那個飯店 搭個火這樣子就睡一下 然後呢 我就讓我的朋友睡床 我就打地鋪 睡在那個地板上面 那因為那個晚上睡的時候 因為啤酒喝太多了 所以睡到大概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然後就 我就想上廁所 我就那個 醒過來的時候 因為我是躺在他的那個 床鋪的下面 所以我就可以 就是直接 我是側臉睡的嘛 我就可以 眼睛的目光 可以直接就看穿整個床底下 對 我就躺在地板上面的時候 就想說 奇怪 我怎麼看到 就是 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朋友 對 他也是就是半夜想要起來上廁所 然後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發現 不對啊 我聽到打呼的聲音 然後那個打呼的聲音 是從床上唱出來的 所以 代表說 我朋友現在一定躺在床上睡著的 然後 當我想要確認的時候 我就想 我想要就是 就叫他名字這樣子 我發現我那個時候全身 不能動 完全不能動 然後連聲音都發不出來 所以我是被 等於說定在那個地板上面 然後眼睜睜看著 我就看到那雙腳 我就看著那個 他的腳踝這樣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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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到床底 然後走到我的這一側來這樣子 我的天啊 然後我 而且我是處在一個 完全不能動的狀態這樣 他過來了 當我眼睛一張開的時候 我是這樣子 就是朝天花板這樣看嘛 我看到他是這樣子 站在我的頭旁邊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看你 這樣子看著我 然後我看到他的臉是那種 有點半透明的 那種灰灰白白 那種臉色很蒼白那種 然後 我當時還是不能動 他在那個一瞬間 你知道他的 他的那個身高大概有180 190 就超級高這樣子 他可以一瞬間突然就 然後 跟我大概就是這麼 好深一點 Tibo老師 Tibo老師 嚇壞了 好可怕 阿不就很會彈 什麼啦 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對啊 他就一瞬間 就很符 完全不符合人體工學那種 一瞬間好像 腰被折斷這樣 啪 就這樣子 跟我的臉就距離 對 距離這麼近這樣子 阿帥嗎 帥 怎麼會想到這個 灰灰白白透明 灰灰白白的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就 我已經是那種反射動作 直接就是想要罵髒話這樣子 因為已經嚇到不行 我就 這樣子 結果一罵的時候 我發現我全身能動了 結果我一彈起來的時候 我馬上就那個摸那個 那個牆邊的那個燈一打開 整個房間又是空的 我看到我朋友好端端的 躺在床上睡覺然後大呼 唉唷 你這個好 西門町 南那一帶 在切比較靠近 它比較靠近那個昆明街那一帶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住宿飯店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必要帶那個 自己的 對 然後就 房間 房間裡面亮一下 欸 正價三公斤 五公斤 欸 這邊有鬼這樣的 你很執著 你是不是很怕你剛剛那一段被剪掉 其實那一段已經剪掉了 已經剪掉了 你這一段也會剪掉 對啊 所以 開朗 我好擔心你喔 怎麼辦 沒事啦 加油 你接到集中肌的制度怎麼辦 就不要量體重不就好了嗎 集中肌會再講 五 四 三 二 欸 欸 怎麼樣 好可怕 一個好可怕 一個好可怕 超懷 也是要避一下 還是要問一下我們的外國朋友 剛剛都沒有跟外國的朋友聊到 外國朋友有來台灣住過哪個飯店 是讓你們覺得很難忘 或難以解釋的事情 我大概七 八年前發生了 然後那一次住在南京東路的一家飯店 那時候是跟我一起來工作的朋友 一起住一個房間 我們住了四天三夜 那 那我記得第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從房間出來要到外面去 然後就搭電梯 那很正常就按一樓 那結果電梯到一樓 那個 停在一樓 然後突然間 我們沒有按 就他自己上到一個樓層 對 然後門打開 對 打開之後 那很正常我就 就按一 然後按關門 那結果那一道門 怎麼樣都沒辦法關 那我就跟我朋友離開那個電梯 就換另外一台電梯 才能到一樓 那是第一天發生的 好 一直到第三天的早上 那我當時候還在睡覺 然後在我半夢半醒當中 我聽到有腳步聲 從門口一直往窗戶那邊走 走到窗戶 又往門口那邊走 就來回跑來跑去 然後我想要睜開眼睛 我想要起來 我想要再講話 我發現我沒辦法 我只能躺在床上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還是累吧 我就又睡回去 那一直到第四天 就是我們準備要離開的那天 也是早上 也是同一樣的事情 我聽到腳步聲 我就張開眼睛轉身 轉到我朋友隔壁床的那個方向 我看到床上面沒有人 然後我仔細再聽一下 我朋友又在廁所 然後那個腳步聲還在 他是來回 跑了好幾次之後 其中有一次從門口跑到窗戶 然後我聽到有窗戶的聲音 然後我馬上睜開眼睛 然後那時候已經是天亮了 然後我感覺很強烈 因為就是有一個人躲在窗戀後面 偷偷從那一道縫 他是看著我那種感覺 然後我又全身不能動 我想要叫又不能叫 那結果一直到我朋友 洗完澡出來之後 他叫我 我才能動 我才能起來 當我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全身都視透 我都在冒汗 全身冒汗 那時候我還跟香港的 某一個電視台講過那個故事 他們剛好要來台灣 拍那種實況的靈異節目 他就找了一個有陰陽眼的人 住在那家飯店 拍了一集的節目 然後那個陰陽眼的人就說 裡面有 各式各樣不同的靈體在那個飯店 在那個飯店裡面 對 各式各樣的 對 他說有不同種族 那個高度 剛剛有說1米9 他說有2米多的 那個靈體在那個飯店裡面 對 哇 不一樣世界的 南京東路也不行住 對 我比自己 還有什麼 還有哪裡 小麒麟也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台北市一間非常非常有名的大飯店 這個 它已經是 本來就是之前早有耳聞 它好像以前是刑場 知道 對 就是 但是不能說出來 反正就是那時候 我有個朋友的外國朋友 來台灣出差 然後公司有幫他訂了那間飯店 可是因為外國人可能不知道 那間飯店有什麼傳聞這樣 他一進到房間就有感覺到 這邊異常的陰涼 就是比外面都還要冷 比走廊還要更冷 然後後來他到睡覺的時候 他就有一直覺得 這個房間有 然後直到他躺上床 然後他就是跟大家撞鬼的經驗 滿像 就是很明顯感覺到自己被壓住 然後不能動也不能說話 然後就聽到 非常清楚的女生的聲音跟他說 你知道這裡是幹嘛的嗎 他就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就嚇到 他就用了他最大的力氣起來 他花了很久的力氣 才有辦法起身打給樓下櫃台說 他要換房間 然後他報了他的房號之後 櫃台完全沒有任何疑問 因為通常可能會問說 我們房間是有什麼狀況對不對 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疑問 就說好,那我們幫你換房這樣 所以他就發現 原來那些傳聞是真的 可是你的外國朋友 是聽得懂中文嗎 他聽得懂,他聽得懂 他聽得懂 他聽得懂 對 因為那個鬼如果跟他講 沒有,我跟他講 他跟他講秀算是 不是他講中文 他是別的國家 他一定會聽得懂 也聽得懂 一定聽得懂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 在別的國家遇到過 真的 你可以確定他不是講中文 可是他講的那個內容 你都聽得懂 為什麼 都不知道 因為他就是要把你趕走 所以你一定聽得懂 你知道他會讓你算 然後讓你知道說 他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因為我之前 以前也有被壓 我租房子的 然後我是被 也是不能... 被房東壓 對 EASON遇見浴缸回 安心亞,嚇到腿軟 我就見到浴缸 有一個人就是身體起來 然後開始狂滴水 那個... 那個聲音這樣 然後就是要慢慢走 我當時是在混在門邊 因為我想要出去這樣子 然後我也不敢回頭看 剛剛到底是誰 從我的浴缸裡面這樣起身 然後還這樣搭我的檢驗 租房子的 然後我是被...也是不能... 被房東壓 對,我不能動 然後我是聽... 也是聽到有一個男生在講話 可是他的那個語言是我聽不懂的 那表示他沒有要趕你走 不是房東嗎 表示他沒有要立刻馬上叫你走 有些真的要立刻馬上叫你走 所以他就會講你聽得懂的話 因為我們去飯店的時候 我們不是通常都會有一些 基本上的禮貌嗎 敲門什麼的 可是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真的要有這個誠心 你不能有一點嬉皮笑臉 嬉皮笑臉 我是真的有聽到有人是 去住同一間房間兩個人去 有一個人就說 你就照這樣做就對了 就不會有事了 所以就敲門 進去以後就說 你這樣子那個杯子 他通常不是會有兩個杯子嗎 你一個正的一個反的 他就拿你沒轍啦 他就會這樣子 他就這樣做 故意挑釁 對 然後那個拖鞋 拖鞋就是說 你拖鞋喔 不要這樣子擺一雙在旁邊 要一正一個這樣子把它倒過來 然後就叫另外一個做 所以他把這個事情 當得有一點嬉鬧 後來兩個人睡覺 睡到一半 其中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晚上醒過來 但他發現他不能動 然後他聽到一個聲音 聽到他的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嬉鬧的那個朋友 在說 抱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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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你知道嗎 他看到 那個地上 我們不是那種飯店 都那種紙的拖鞋嗎 對 紙的拖鞋嗎 就紙的拖鞋 在他臉上這樣子 一直打 就這樣一直打 是真的 後來 白天醒過來的時候 他才去問 問他那個朋友 他的朋友就說 昨天他看到有 就是有一個 像他們講的靈體在那邊 就是把那個拖鞋這樣轉正 然後拿起來 打他的靈 真的 他還有用拖鞋還好 如果用體重劑就說什麼 用體重劑就說什麼 已經剪掉了 下一集啦 下一集再 從頭再來 加油啦 加油 是啦 該啦 OK 來 我們再來聽聽看 好 我們再來聽聽看 小玉 不好意思 我剛剛笑的重來 重來 重來 再一次 小玉 這樣開得也怪怪的齁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要 尊重 尊重 對不對 還有誰 來 小玉 對 我也是有故事 也是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多故事的地方 就是西門町 朋友就住那邊 他就是有四個人一起來 他選了一個 比較四星級的飯店 他們就是分開兩個人兩個睡 有一個朋友就覺得很累 逛了很累了 另外一個朋友就是說 我還不想睡 我就跟他 就跟其他的朋友 三個人出去外面喝酒逛逛 然後那個三個人的朋友 他們就喝酒的時候 他們就收到一個 在房間休息的那個朋友說 收到訊息 對 他說你們回來了嗎 我幫你開門了 為什麼你還沒回來 我沒有看到半個人 你們在哪裡了 你們不要再鬧了 對 三個朋友就是喝酒醉那種感覺 他就可能就是亂講話 他們就沒有在意 他們就等一下再回去 結果他們回來了之後 那個朋友已經睡著了 然後半夜的時候 大概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他就突然起來 然後轉頭到另外一個 朋友的旁邊 床邊 然後看到一個女生 看著他 在床邊看著他 然後他就不敢講話 他就是小聲的叫那個名字 朋友的名字 一直叫他 叫他 但是他怎麼叫的叫不行 然後他就伸手氣 一直摸那個朋友 但是怎麼推 怎麼咬 他都沒有反應 都沒有反應 對 然後他就放棄 他就這樣自己 然後睡覺 然後對 哭起來 然後他就晚上就睡著了 天啊 但是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是這樣 藝人朋友們 他出外景 他是拍戲 工作 常常住飯店 有些時候真的不是自己挑的 對 那個沒得選 是工作 真的就是工作 工作需求 工作需求 因為你知道之前 我有主持那個 也是靈異節目的外景 然後就是 然後呢 當然現場也會請就是 一些觀眾自己報名參加 讓你去體驗 什麼有沒有鬼這樣子 有一次我們就是到了高雄 那個是已經確定 它是廢棄的飯店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要去 它整個就圍起來 然後那時候進去 我還有另外一個老師 跟一個女生 我們兩個人這樣一起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呢 他就 偶爾就說 你看這個飯店 可以看得出來 它以前的時候也是滿紅的 因為就是那個大廳很漂亮 然後中間是有個這樣子 敞開的那個大樓梯這樣走上去 這樣分兩邊這樣子 所以就是感覺很漂亮這樣 然後還到了二樓 然後就講說 這個飯店為什麼廢棄 是因為之前有一個黑道的老大 在裡面被槍殺 然後被槍殺之後 沒多久 這個飯店就廢棄掉了 然後呢 就到了那個 就走往前走 聽說是在這個房間這樣 然後就走進去看 然後走進去看 它就真的有一個那個 只剩下木板的那個床架 床架 然後旁邊有個電話 那個電話就是那種老式的 那種撥撥的你知道 我們就走進去說 你看 大家還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張床 那邊還有一個電話 一講到電話 電話響了 怎麼靈響了你知道嗎 然後第一個跑的是誰 攝影師 掉頭就跑 你知道我們還在後面 然後在那邊跟著就追出去 你知道嗎 然後追出去之後呢 大家都嚇到 因為電話靈響很大聲的 是真的電話靈響 然後那製作人說 翔也知道 這一定是電話線有接的嘛 搞不好就是有人打電話 進來來無聊嘛 對不對 他說你們真無聊 你應該去把它接起來 聽聽看是不是有人嘛 好 我說誰要去 沒有人要去 沒有人敢去啊 那製作人說快點 這趟去加 就是這個外景加錢這樣 那你知道聽到加錢 可以 接接接 接馬上就去了 然後就 我們就再上去你知道 然後走上去的時候 你知道看到那個電話 其實很害怕這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電話 它的線有沒有接在一起 然後你看 把電話線拿來 斷的 斷的 然後再把那個聽筒這樣拿起來 分開的 分開的 聽筒跟那個電話本身 可是怎麼會響呢 然後就這樣互相看 再把電話放上去 放下去的當下 立刻又響了 這回呢 我們就全跑了 大家就說不出 這個外景不出了 我們不出了 死都不出了 這樣 我出完這個外景 隔兩天剛好去路百戰 開車去那個 我回程的時候 車子撞爛全毀 還好人沒事 可是整台車就出車禍 我媽就說 再也不要再去了這個節目 不准接了 可是那時候講實話 那時候只要去 在主持那個外景的時候 去賭博 沒有輸過 真的喔 真的 所以到底要接還是不接 所以我也不知道啊 你知道 完全偏財運變得超好 你知道嗎 打到沒有人跟我打麻將 對 是喔 你問他又知道他了 我去路完鬼屋的隔天 然後我連打線上麻將 都可以打 就是大賺這樣子 大賺點數這樣 真的 超扯的 就很旺 很旺 可是你一定會在短時間之內 付出什麼 而且你會發生事情 對 你會發生事情 或是受傷啊 或是 就是那種莫名其妙的重感冒這樣 真的 跟我去那個女生就重病了 所以她也請辭 然後我是因為那個車子全毀 我就沒接也請辭 你跟魔鬼交換的感覺 對啊 所以還是不要我覺得 還是不要 有一次我也是去南部入外景 那我那一天呢就是 因為我們入三天兩夜 但是第一天晚上 我們就入住一間 也是滿老的飯店 然後打開房間門進去以後 我就聞到那種就是很 很重的那種 有點像灰塵 塵蠅味這樣子 就是空氣也不是很好 最詭異的是 我看到她的那個 因為一打開門就廁所 廁所門的那個外框上面 貼了很多張那種黃色的符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很怪很毛 可是因為錄影就是路外景 然後收工也都晚上11點了 然後你這個時候 還要打電話跟工作人員說 不好意思我想要換房間或什麼 怕人家覺得難搞或什麼 我想說算了... 就硬著頭皮就住了這樣子 就睡 睡的時候我就發現奇怪 為什麼那個廁所裡面 就傳出那個滴水的聲音這樣 就... 這樣子 那我一開始我想說 是不是我剛剛沒有關緊這樣 我就起身 然後走進 再走進廁所巡一下 奇怪 水龍頭是關緊的 那個淋浴那邊也都是關緊的 也沒有水再滴 我想說是不是我聽錯了 回去再躺個五分鐘 那個聲音一直都在 我就這樣子反反覆... 我想說因為有那個聲音 你就很難入睡了 睡不著 好 我真的是有點被氣到了 我就起身 然後就很累了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廁所的馬桶上面 我就想說 我就盯著那個水龍頭看 我想說 如果它是真的太老舊 管現在老舊的話 就在那邊滴水的話 如果它真的就去太滴的話 那我就下樓跟櫃台講這樣子 我就想盯著那個水龍頭的那個 那個頭這樣看... 太真心了吧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喔 我也有點被嚇到 真的是那種心情 浴室裡面的那個燈 突然就被切掉 就熄滅了這樣子 突然關掉 對 然後就一片漆黑 因為我知道它的那個開關 是在那個就是門 就是不是在浴室裡面 是在那個外面的外面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要出那個浴室去 重新把它那個切開 是不是那個它短路還是什麼的 當我準備要踏出那個浴室的時候 就聽到那個門這樣 就這樣關起來 然後我等於是一個人被關在那個 就是一片漆黑的那個浴室裡面 好恐怖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已經慌了 我想說因為房間裡面 不可能冷氣的風強到可以 讓那個浴室門這樣子被關起來這樣 然後我就正想要就是 就是出去的時候 因為我去外面住飯店的時候 我其實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那個泡澡的那個水 我不會直接去放掉 我就會流了大概半缸的那個水這樣子 因為小時候都會有一個觀念說 如果突然發生火災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棉被什麼 泡進那個半缸的水裡面 對 所以那個很... 我以為要留給人家泡 可是 所以我習慣就是我那個洗澡水 我那個泡澡水 就會放一半 留在那邊這樣 那我當時 因為是一片漆黑的狀態 我是完全看不到那個浴室裡面 什麼動靜 可是我就聽到 就是當人要從那個浴缸裡面 起身的時候 你全身不是都是水嗎 就會有那個 滴滴答答 那個那個 水流下來的聲音 我就聽到 在跟我在同一個浴室裡面的浴缸 然後有一個人身 就是身體起來 然後開始狂滴水 那個答答答答答答 那個聲音這樣 然後就是要慢慢的從 然後我當時是在困在門邊 因為我想要出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感受到就是 他那個感覺 是他是這樣 突然就這樣搭在我的 搭在我的肩上 而且 而且我還可以感受到 他是在我濕濕濕的 濕濕的 濕濕的手這樣子 濕 然後我當時一直想要出去 我就一直 推那個門 後來當我冷靜下來的時候 他會想 對不對 不對 那個門是要拉的才可以出去 所以當我拉開門的時候 我出去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腿已經軟了 我也不敢回頭看 剛剛到底是 誰從我的浴缸裡面這樣起身 他搭你的天嗎 不是 導播剛好帶你的畫面 我想說 應該是導播叫我要幹嘛吧 好壞喔 真的很可怕耶 突然有人這樣子摸你 對啊 而且還是濕的 我那個時候是奪門而出 我就直接就是 就是按電梯 坐到那個一樓 我就跟那個櫃檯的人說 你跟我到我房間去看這樣子 那個廁所怪怪的 結果 那個櫃檯的人跟我一起 回到我的房間 一打開那個廁所門 地上全部都是濕的 濕的 代表我剛剛那一段不是幻覺 真的有人從我的浴缸裡面 走出來這樣子 只是一片漆黑 我看不見是誰這樣 浴缸鬼 太可怕了 浴缸鬼 好可怕喔 這個事情特別多怎麼樣 對 因為外景 外景真的很多事情 尤其是Eason他們這個外景 我以前去代搬過幾次 真的很 因為剛剛聊到一個東西 突然讓我想到一件事 有一次代搬他們外景 去了一個賭場 我們在那個賭場的大廳 要做一個任務就是 自摸麻將 我要胡 我要在那邊打 就是要胡了 我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結果 不管我那天摸什麼進來 你就會自然把不要打出去 很快速的 我只要摸進來就會留著 最後胡了是清一色 這樣吧 超西門的 就是會清一色 大家都嚇死這個狀態 Eason 你要去賭場 對啊 你去一下 你應該可以 你要去賭場玩 你為什麼不去拉斯維加斯 還是什麼 真的 澳門啊 澳門啊 我就致富了 澳門就 澳門 你去了以後回來 搞不好不只是致富 你贏堆回來耶 可是會不會折瘦啊 我不敢 算了算了不要 收音機不正常對話 電視反射靈異世界 正要睡著的時候我就聽到 旁邊那個收音機 傳來了雜訊的沙沙聲 你會覺得說 裡面好像有兩個男生 在對話的聲音 然後就在我專注在仔細聽的時候 我的右耳就傳來了一聲 真的 那時候我就比較像一個男生 很大力的這樣怒吼 被這聲音一吼直接做起來 電視是呈現黑色螢幕的狀態 可是黑色螢幕反射出 我的床尾坐的兩個男孩 蛤 蛤 有一次我們去台南外景 他住了一個是老公寓室的飯店 然後我進去之後 我的房間我自己住 我的房間是這樣 我的床尾剛好對著一個電視櫃 上面有一台老舊的那種胖胖的電視 電視的右邊 有一個也很老舊的收音機 我要先說是 因為以前我出外景的時候 我有一個習慣 但是我會留著燈跟留著電視 會留著聲音跟光 對 但那天晚上我睡… 半夜突然間醒來之後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有些飯店的電視 它會有設定一些時間 會自己關 這是真的 所以我當下也沒有講太多 所以我就 因為很累 我又躺回去繼續睡 結果在我剛躺回去 正要睡著的時候 我就聽到 旁邊那個收音機 傳來了 因為很吵 所以我就起來很煩想要把它關掉 我就一起來 那個當下我就已經覺得 這房間不太對了 以以前的經驗 所以我就對著空氣就講一聲 不好意思 我就是外景來打擾一天 你可不可以讓我睡個覺 然後我就又 我就把兩個都關掉 電視跟收音機關掉 我就躺回去 躺回去 一樣 又在我快要睡著的時候 收音機的聲音又打開了 但這次不只是雜訊聲 這次是多了你會覺得說 裡面好像有兩個男生在對話的聲音 而且聽起來像是 他們應該是在說中文 在說國語 可是我聽不懂 聽不太懂 就糊糊的 所以因為這糊糊的 我就很想要仔細聽 就在我就是專注在仔細聽的時候 我的右耳就傳來了一聲 真的 那時候我就被嚇 一個男生很大力的這樣怒吼 然後我是直接本來躺著 被這聲音一吼直接 然後坐起來之後 我就發現房間裡面 開始出現一些不對勁的地方 因為坐起來之後 我剛剛說我前面是電視的 那電視 收音機還在有聲音 但電視沒有被打開 所以電視是 傳現黑色螢幕的狀態 可是黑色螢幕反射出 我的床尾坐的兩個男生 然後他們 看起來畫面是在對話 而且他們的那個動作或是節奏 剛好跟收音機的聲音 可以對得起來 所以我就轉過來看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很蒼白的臉 很猙獰 就這麼近這樣盯在我旁邊 這樣盯著我看 當時那真的已經嚇到 不敢留在裡面了 所以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拿 我直接衝到旁邊去找攝影師 在他那邊待到早上 隔天請他陪我去收東西才離開 所以這個不是做夢 這個是真的 完全不是做夢 對 真實經歷 好多好精采 真的很精采 那這個通常 可是後來都還好 就是之後工作都還好 因為有些好像都是 像Eason自己也講過 就是好像有些會被跟的 就會跟回家裡 有一路都不太順這樣 那一陣子 因為其實我是那個體質 所以我其實那一段時間 我每次收工完 我都有固定在一個宮廟 甚至在那邊修… 修到有一段時間 差點要變成是急身 Eason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因為受洗 所以我變成基督徒之後 反而就是以前只能感覺到 我變受洗之後 反而眼睛被打開了 所以後面就開始有更多 很奇妙的事情發生 他說現在很多 他剛剛私底下跟我講 什麼啦 你就現在嗎 好了 我們看不見的蜻蜓 不要嚇我們 因為有聽說就是 當你在講他們的事 當然他們就會來 會錯過了 還有黑盒子跟表演的工作場地 都會多啦 黑盒子是 修士 你說劇場 電影院 或是像攝影棚 戒不到光 戒不到光啊 因為沒有窗戶啊 對啊 電影院也很多 電影院 電影院 接著下來 我們接下來問一下外國朋友 其實在台灣住飯店的時候 也有遇過嗎 奇怪的事情 我本身沒有遇過 可是我有兩個朋友 他們是一個情侶 一男一女 他們有一天想要去台南玩 然後他們是滿玩到了 然後他們進去的時候 真的也是有奇奇怪怪的飯店 可是通常法國人不太怕鬼 這件事情 可是那個鬼他還說 我們還有一個房間 可是問題是那個房間裡面 那個廁所壞掉了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上廁所 必須要去那個外面的公用廁所的 他說 沒關係 反正我們在這好幾個小時 我要人來也沒關係 然後他們去睡覺的時候 然後一兩個小時的時候 我的女生朋友 她人不足了 她想要尿尿 然後她覺得好 那我就去了沒關係 然後半夜兩三點就去那個廁所裡面 她上廁所的時候 她會聽到奇奇怪怪的聲音 在她旁邊 很像會有人在旁邊 可是就沒有人那麼晚 可是她覺得沒關係 然後結束的時候 她去洗手 然後她洗手的時候 就突然有一個人摸她的肩膀 然後就 她就看那個鏡子 然後那個鏡子 你看到那個門框在後面 就一個男生就泡走 然後 之類 然後她就嚇到 可是她說沒關係沒關係 我的男朋友他好白癡之類的 然後她就回去那個房間裡面 她發現她的男朋友還在睡覺 然後她就摸她說 你好白癡喔 你幹嘛要嚇人這樣 你好笨之類的 然後她說你幹嘛這樣跟我這樣 我都在睡覺 她說沒有 你剛剛賴我就知道 你不要假裝好嗎 她說我真的 我法師我都沒有出門 對 然後我的朋友突然就 就有發現 因為她說我真的看到了一個人 然後她開始大哭大哭 然後那個時候 她就隨不早到凌晨 然後凌晨六點就自己離開了 對 真的很可怕 沒有辦法再入睡 好像趕破口會怕的人誰 對 到底是誰 對 怎麼會這樣子啊 就是而且你越怕的人 她好像越會來 來做作劇吧 那怎麼辦 我看起來很怕 我們現在 你們三個都很怕 對啊 我還好 我們現在看 張莉莊最怕的 張莉莊在那邊 一直撐在那裡 不會 那立東好像很怕喔 你下嘴唇在抖喔 她最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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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最怕 她真的最怕 她很怕 她最怕 她最怕 對 你現在有感覺了嗎 因為你那麼怕 我沒有 你還在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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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怕 拜託啦 拜託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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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歐爸開玩笑 張莉莊開心抓交替 你們會遇到一些 搬在裡面的鬼 那各位不要怕 看到鬼怎麼呢 怎麼做 如果在一個韓國口號就好了 對 怎麼樣,什麼口號 一、二、三、四 請 他在開玩笑 好,去找他 去找他 耶 心跳跳了 你現在有感覺了嗎 因為你那麼怕 我沒有 還在嘴唇 還在嘴唇 你不要剔氣唷 我好怕 拜託我啦 拜託我啦 拜託我 對不起 好,我們來聽聽 其實聽這種我們自己覺得很刺激 但是我們還是要心存善念 不要亂,真的不要亂開 是 對不對,不要亂開過 尊重 尊重 好,來,接下來 日本也有 日本也有 對,但我現在滿不想要講的 要 好不好 因為 因為你要講完 我們才能夠正式的把那個 體動機全部剪掉 對 確實 對啊 好啊 分享的是富士山 富士山 旁邊有名的一個 就是喊傳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的飯店 真的嗎 然後 曾經有一個帶團的女導遊 有在那邊親生過 所以她會在那個飯店 會做深險的工作 所以呢,就是住在那邊的旅客 會聽到就是可能被叫醒的聲音啊 就是那個女導遊 可能就是叫醒她 在錯工 對 然後就可能生夜的時候 在耳邊說 說什麼事情啊 然後可能電視啊,電器啊就會 電器用品全部都會被打開這樣子 然後曾經有一個男生住在那邊 然後 她的老婆好像想要取暖 然後在櫃子裡面找被子 來取暖嘛 後來呢,老公看到她妻子 好像就是被鬼附身 然後很不舒服的樣子 然後她一直講同一句話 結果呢,她就那個老公聽不懂 她在講什麼 所以呢,後來就是叫那個導遊 來幫忙 然後後來就是聽得出來 她是在說 就是有人好像不想要被搶那個被子 對 叫她還她被子 你不要搶我的被子 跟你一被子 不舒服的 你又開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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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真的會這樣 死定了 你想要被跟一被子 不要… 手提她… 可是去那個富士山的那個 上面有一個廟 我好像本來要在裡面拍照 然後那個我們的一個 導遊嗎還是什麼 朋友就說那邊不能拍照 他說你只要拍照都會拍到 都會拍到 奇怪的 但是那個開朗有跟我分享過 遇到鬼的時候你要這樣做 這也韓國 對,我們剛剛在外面聊的時候 如果韓國旅行 所以如果韓國旅行的時候 要怎麼樣才能夠提高自己的 其實在韓國也有常常知道 可能會遇到一些飯店裡面的鬼 那各位不要怕 看到鬼怎麼了 怎麼做 就只要喊一個口號就好了 對 怎麼樣,什麼口號 一、二、三、十 他在開玩笑 好,起掃她 起掃她 辛苦了 愛開玩笑的開朗會怎樣呢 恭喜來了 各位不要怕 看到鬼怎麼做 如果只要喊一個口號就好了 對,怎麼樣,什麼口號 一、二、三、十 他在開玩笑 好,去找她 去找她 耶 辛苦了 她說喊 她說喊這個就不會有嘛 好,那妳去喊,我看會不會有 看會不會有 找開籃 找開籃 找開籃就對了 我們都很尊重的 沒錯 當然啦,我們講這些 當然聽起來的時候是很刺激的 但其實我們還是一樣 要叫人家向善 對 你怎麼做拍事情 真的 不要這個太輕挑 不尊重 對 其實這樣子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相安無事 OK 下一次大家繼續來分享好嗎 好 我們希望下一次 你真的有準備故事再來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拜拜 我喜歡 他的福音 謝謝大家 我喜歡